他由16歲起,先後9次懷孕 生了5個,下了4個 其中4個小朋友送去領養 現在只有1個跟他生活 我記得12歲那年是第一次吸食大麻 然後是冰,之後是吃啼,然後是花仔 還有兵頭,然後是可樂 然後試過八瓜子 我不知道什麼叫道德 我是混混惡惡的過了這十幾年 今集筆記指,我們記錄了一位媽媽 重複犯錯的故事 明知這個訪問會令我被人罵死 其實罵我覺得是應該的 如果我連別人的批評都接受不了 那我幹嘛要出來說話? 我記得我12歲,剛才升中學 因為我爸爸吸毒 我媽媽照顧我爸爸的事 基本上都沒有人管我 對外面的人,我是自卑的 我在家裡沒有能力 沒有被人愛的感覺 第一次吸食大麻 我覺得吃完之後,人很輕鬆 覺得什麼都不用想 和朋友一起的時候,我感受到避愛 我感受到好像有人支持我 有人關心我 因為家饒和家人的關係很差 經常都離家出走 最終被法庭判去群獄宿舍學校讀書 我進入宿舍做住的時候 我認識了一些朋友更加不好 更加知道原來吸毒很容易 但是時間很快 當你清醒的時候已經不知道 已經是天幹了 覺得很輕鬆 什麼都不用管 沒有往管 伯母一找不到阿妹 就會打來問我 在他們一群人裡面 我好像一個管家一樣 就是他們吃任何東西都好 我自己是不行的 義氣不只是男人才會有 他是一個可以很講義氣的人 有一段時間我沒有工作 是他去接濟我的 總之他的手提電話我永遠都記得 我記得我沒有錢的時候 就打給他 他又會馬上給錢給我 我試過…我坐牢 我坐牢在外面 突然有人叫我名字去探 一坐下就見到他 我家是反感的 他們也有跟我說 遠離一些損友 但是自己知道 阿妹這麼多年來 她都沒有害過我 我記得我懷孕第一胎的時候 那時候我男朋友就告訴我 會給我錢 我去下孩子 當然他沒有給 他覺得是有甚麼 發生性行為 就發生性行為 也覺得有沒有那麼容易中 誰不知真的中了 中了第一次 有了生了 原來有了生了那麼容易 那好吧 再繼續 可能因為我吸毒的關係 令我自己覺得無所謂 我不知道甚麼是道德 我不知道甚麼是性潔 我甚麼都不懂 我到生第二胎的時候 我媽媽就跟我說 你不要了 然後就重新來過 那好吧 就是這句話 我更加覺得 生了下了不要便可以 那我就重新來過 其實那時候 我曾經生氣過一件事 生完大筆 托著耳朵 我猜是那時候 當一個人陷入了 就聽不到任何人勸過 還有我那時候 都不懂得去 甚麼是負責任 甚麼是媽媽的責任 我不懂 說又說過 勸又勸過 罵又罵過 詐訓的人永遠都叫不醒 自己知道才會醒 那時候你告訴我 大筆和二仔都是被人領養 被人領養了 而且是同一對夫婦領養的 我只可以說 那時候我是不開心 但是 我會覺得 比我好 在那個環境可以說是 真的比我好 在以前的環境是 27歲那年 我記得我已經生了第四個 我有了一個新的男朋友 在一個沒有祝福的情況之下 我決定了跟他結婚 誰知道我又失敗了 我又被警察抓了 我就不可能再去養小朋友 那我就選擇了領養 我之前都是環壓監房兩個月 然後九個多月 然後今次真的坐牢 所以什麼 三次都是飯運 判了入羅湖懲教所 坐了兩年來十一個月 多一點 真的他坐牢之後 跟著開始好轉 甚至乎連和他媽媽的關係都好轉 那時候好像是 你讀神學 嗯 女兒出生之後 然後她是定性了很多 你自己要珍惜這個機會 因為沒有東西可以有責任 所有的事情 她都要自己以前做的事情 她已經承擔了 那你應該是去幫她 她不是去再踩多她兩腳 五年前 家瑤有了許宜 因為曾經有吸毒歷史 被醫院安排到相關的機構跟進 生命印記就是主要服務吸毒家長的支援計劃 計劃至今服務了超過二百位讀孕媽媽 長久爭取超過了七年 今年終於都獲批社會福利署的恆常之助 換言之 這班讀孕媽媽 終於都可以被社會和政府所見到 如果之前有吸毒習慣的女生 其實當她反應的時候 她都會很擔心 如果自己繼續吸毒 會影響到胎兒 我們很相信這個這麼重要的契機 如果我們把握得到 都可以鼓勵到 一些媽媽她們可以戒毒 家瑤在華人開始 其實已經沒有吸毒品 所以她來到中心的時候 那個狀態其實也是穩定的 她現在這段時間 除了自己全職去照顧許宜 她都很努力去進修 她就參加了一個頻伴輔導的課程 她完成了整個課程之後 就開始在我們中心實習 單止是做一些日常中心的運作 或者是一些預防教育的講座 其實她都會落到小組 或者是跟我們一些 更可能在戒毒的朋友 一起去分享她以前的經歷 我想這個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人不相信自己是戒毒 家瑤成功的經驗 其實是可以鼓勵到她們 願意去嘗試 大部分吸毒成癮者 意識都會很模糊 而且長期精神彷彿 有數據就指出 八成的吸毒者記憶力會受損 嚴重者更加會出現幻覺、幻聽 甚至幻想精神疾病 因為我從小到大的觀念 就是白粉才是毒品 白粉才會害全家 怎知道原來其實熟 剛才說的那些 全部都會害全家 我是混混惡惡的過了這十幾年 我是完全在一個 不算清醒的情況下做 我自己也不知道做過甚麼 我覺得我自己失去了很多 失去了很多童真 別人在中學讀書的時候 我就去了專業 到現在了 有了女兒的時候 反而走了去讀書 我現在女兒的英文 幼稚園K1 我已經要拿著翻譯 跟她一起找翻譯讀英文字 平時你們經常下來這裡嗎 一個星期有一次 因為他們有媽媽聚會 然後有時候 之前回到實習的時候 他們很好 讓我帶我女兒一起 他們有時候有人幫我看著她 我覺得她是我的天使 她救了我 她令我感受到 爸爸媽媽的愛 我經常想 如果我爸爸媽媽 好像我這樣教女兒 我會不會走這條路呢 她當時已經被爸爸搞得 早上爛爛爛 還要照顧我 怎麼照顧我 她媽媽也沒有教她做媽媽 她媽媽又怎麼教我做媽媽 我不想把我上一代對我的傷害 而延伸到下一代也會有傷害 我有沒有試過面對自己 面對不到 其實有 自己也覺得自己 站不出來 最初 吸毒令我自己沒有自尊 其實越來越吸毒 會令自己更加不想面對人群 宗教的信仰令我可以站出來 還有我得到很多支援 很多人 有些弟兄姊妹 有很多人支持我 為何我是一個做錯的事 我又不是沒有人給機會的人 為何我不能站出來 還要躲起來 你現在每天的行程通常是怎樣 7時半起床 起床後8時大便會起床 我們會做東西上學 吃早餐、喝奶 到9時前回到學校 我剛開始在教會 開始做童工 幫忙預備一些物資 會查驚 總之到12時便會照顧她 最近她的新技能就是 負責煮飯 自己筆米、洗米 然後用雙手量 她對自己煮完出來的飯 是特別好吃的 現在的女兒 會否成為你過往 那麼多小朋友的 一個熟聚品 一個個體 怎樣熟聚 很難熟聚 她們始終每個 每個嬰兒都是獨立的 你有沒有想過 跟之前送了出去領養的小朋友相應 其實我有試過去領養科找 她說我的資料太陳舊了 基本上都沒有機會找回 但反而我繼續住在我家 因為那時我報了地址 她說如果18歲 她的小朋友上去找回我 就會去那個地址找 我一等到她二十多年都沒有回來 我也相信可能 她現在覺得很幸福 我曾經有幻想過 她會有一天敲門 我開門 會見到甚麼人 如果她找我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會跟她說甚麼 我可能會說 你覺得怎樣 錯了是錯了 彌補不到 錯了追不回 只可以把錯了的時候 當你清醒的時候 不再做錯的事 反而做好 我希望可以有人接納 我們這些更生人事 我們的單親 我們這些曾經做錯事 三年前在單親群組 認識了Patrick 拍拖一年之後 Patrick最終在前年 跟家瑤求了婚 她以為我男朋友是她爸爸 因為可能出生五年 歲幾 她知道 適性的時候 就知道 我男朋友 就知道叫做爸爸 一直都叫爸爸 在跟她一起去玩了幾次 一起出去幾次之後 有一天在尖沙咀的 很多樓梯級 看著海 她跟我說的 她的一些經歷 我聽到其實都沒有驚訝 因為我覺得人生 都有她的過去 其實沒有特別 其實我沒有介意 我也有兩個小朋友 她會不會介意 如果你沒有包容的心 根本上不應該在一起 如果你跟她在一起 或者選擇跟她在一起 其實你要包容她的過去 她要包容我的過去 一樣 其實過去了就是過去 是應該想到將來 你會問我她的男徒 我們的男徒是怎樣 當然是一起生活 結婚 接著照顧所有的小朋友 可能會有人說 你找別人笨 找別人照顧你兩個女兒 會有類似這些 這些說話 會有她 我們知道我們的生活模式 我們的生活是怎樣 我們一起去建立就行了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 你會想跟16歲 12歲的你說些甚麼 我覺得我阻止不了她 當時阻止不了我做的事 因為我當時很需要 很需要有人愛我 我反而可能會叫我爸妹吸毒 因為如果她不吸毒 我相信我家裡會很好 我很感謝我的這段日子裡 如果我不是有這些經歷 我今天不可以坐在那裡 我不是有這些經歷 我不可以 照顧我的女兒 所以我沒有事需要 跟我12歲的人說 因為過了就是過了 我根本就不能回頭 後不後悔 我現在不後悔 因為我覺得 反而我家人 更加懂得關心我 愛我 我有我的女兒 我現在有我的男朋友 我找到自己的教會為家 那我為甚麼又後悔 其實我覺得我已經是人生勝利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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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